原警騎車鳴敵在巷子裡狂飆 把機車停好後翻過圍牆 又來圍捕前方橘色上衣的乙工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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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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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你不要放啊 爬著 爬起我 原警呵斥他不准再跑 這起乙工逃逸事件 就發生在上號下午四點多 原警巡邏 行進華連德安一街 與德安六街時 發現一台小貨車駕駛 沒繫安全帶 向前攔查 沒想到副駕駛座的狐姓男子 突然下車神情緊張的快步走掉 發現原警追上來 開始加速狂奔 而這名越南籍移工 實在很會跑 先是從德安六街 翻過旋泥牆進到公園 穿過雜草重生的香蕉園之後 再穿過一大片草原 隨後再往中順街的馬路上跑 但是最後還是跑不引警方 被原警壓制在地 該車乘客突然狂奔逃逸 警方旋擊通報攔截尾捕 並成功將其壓制 警察該名乘客為 玉渠居留之外籍移工 警方將其依法逮捕 並解交花蓮市專情隊偵辦 為了追捕逃逸移工 願意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翻牆又狂奔 警校訓練的招數 全都沒有白費 現在希望旅邊黃石海花蓮三文國道